好的,我们现在呢,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使用平板派的电脑 给一个奔驰车添加一把钥匙 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连接了一套奔驰B200的测试平台 这是它的原车钥匙 我们将原车钥匙插入点火开关 它的方向锁工作,也可以拧动 这是它正常工作的钥匙 这是呢,一把新钥匙,没有经过匹配 它没有任何反应,也拧动点火开关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匹配 首先呢,我们进到防盗匹配选项内 选择我们所需要的车型,奔驰 好,按系统分类 我们要做奔驰钥匙的第一步吗 我们首先呢,要读取一下锁头 好,我们点击开始 点击自动诊断 好,读取锁头数据 OBD读取,我们使用的OBD连接 点击OBD读取 好,这时候呢,它可以识别出来 这个SSID EIS的编号 这是169开头的,这是169锁头 我们点击一下 好,这个锁头文件呢 我们建议大家是最好保存 它会有个默认的保存到此处 它会根据它的SSID保存出一个文件 我们点击确定,点击确定 好,保存成功 这时候呢,我们退出 退出之后呢,我们需要 要选择的就是这个密码计算 好,点击开始 点击采集数据 点击增加钥匙 好,这个时候呢 它会让你选择这个锁头型号 好,我们在锁头的读取中判定出来 它是169的锁头 我们点击169 好,将着车钥匙插入点火锁头之后 点击确定 我们按照它的提示 将钥匙插入点火锁 点击确定 等待 它会读秒 好,将着车钥匙从点火锁离开 点击确定 将着车钥匙插入点火锁 再次插入点火锁 然后再点击确定 这是这部为了验证这把钥匙 和这个锁头是否在一个同一个车辆 将着车钥匙插入红外天线后 点确定 红外天线呢 指的是咱们这个设备 这个地方 插到这个位置上面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 这时候呢 它就开始采集数据 采集数据呢 通常情况下会在三至五分钟 我们就需要耐心的等待 我们经过耐心的等待 数据马上就快采集完成了 好 现在它提示 将着车钥匙插入点火锁头后 点击确定 好 插入点火锁头 需要等待30秒 插进去之后呢 这钥匙要和这个锁头进行同步 同步完了之后呢 这个点火锁了 而这个方向锁才能吸过去 我们刚才看到了 将钥匙插入点火锁 当时没有进行 这个方向锁没有动作 隔了一会儿它才进行动作 那就证明呢 这个锁头和钥匙正在进行同步 同步完成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将数据保存 好 方向锁解锁了吗 确认钥匙已经同步 以解锁点击式 未解锁点击否 刚才我们已经解锁这方向锁 锁回去了 我们点击式 将着车钥匙插入红外线天线 我们将着车钥匙拿出来 插入红外线天线 这红外线天线呢 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好 我们点击确定 好 点击确定保存 保存到此处 这就是我们采集的数据 好 采集完成 使用上传数据 计算密码 点击确定 上传成功 好 这上面提示咱们的状态 点击式 查询计算结果 点击否 退出 我们点击式 查询一下它的计算结果 大约要等待50秒 我们多点几次查询 看它什么时候 能够查询出来 好 密码已经出来了 一扣点 就是说我们每计算 一次这个密码的时候 会要扣掉一个点数 这个点数呢 回头我们具体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获取这个点数 点击确定 好 成功找着密码 就是说系统已经把这密码 已经粘贴到它的内存上面 我们直接点确定 好 那么下一步嘛 我们就要开始 重新读一下 我们的锁头数据 退出太多了 还是进到奔驰里面 锁头 我们重新进到锁头子里面 我们自动诊断一下 好 读取锁头数据 密码计算完成之后 我们再一次读锁头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将这个密码 粘贴到我们读出来的锁头数据里面 我们点击是 好 点击确定 点击是 保存到此处 点击保存 好 我们要取一个名字 就是因为它已经是有了密码了 区别之前的 我们取一个B200 B200 好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好 文件保存好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要进行的就是这个密码 就是这个生成钥匙文件 点击开始 点击生成钥匙文件 点击确定 好 这时候呢 我们找到刚才的这个B200的这个文件名打开 好 我们点击是 这是我们刚才计算出来的密码 它已经自动粘贴里面 我们点确定 好 我们再点击确定 系统让我们选择文件类型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选择五腰类型 如果说你要生成的是智能钥匙 我们就要点击四腰 我们现在只点击五腰就可以了 好 它开始进行 钥匙文件的计算 又要大概是十秒钟 我们点击查询 过一会儿我们查询一下 看看它这个文件计算出来了没有 好 计算成功 点击确定 保存 好 我们保存到此处 点击确定 它把所有的钥匙文件 现在已经生成出来了 好 保存完成 点击确定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 我们就可以要读写钥匙 进到读写钥匙里面 我们这时候呢 将原车钥匙拔下来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将新钥匙插到我们的设备里面 点击红外线读写钥匙 点击开始 这时候呢 我们点击写入币医钥匙 我们要加载 刚才算出来的钥匙数据 好 我们现在呢 加载这把钥匙 这个上面都有几把钥匙 几把钥匙 我们加入第七号钥匙 好 我们打开 确定 好 写入成功 我们点击确定 确定完之后呢 我们检验一下这把钥匙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好 这是一把新钥匙 好 使用VVDI平板电脑 添加奔驰 钥匙的具体操作 演示完成 谢谢大家